威山湖建于当地时间4月28号八时许靠拨苏丹港 南宁建在附近海域机动警戒 随时做好前出支援准备 靠拨苏丹港后 威山湖建立即开展接收车离人员准备工作 随后搭车离人员的大巴车队抵达码头 人员登记 安检 登建等工作有序展开 此次接运除272名中国车离人员外 应相关国家请求 威山湖建还搭载了221名巴基斯坦 巴西等其他国家人员 第二批全部撤离人员安全登建后 威山湖建截篮起航驶离苏丹港 南宁建在途中伴随护航 威山湖建于北京时间29号14时许 靠拨沙特吉达港完成人员转接